其实,要说长相思剧组,杨子和谁关系最好 小编觉得恐怕不是甜到爆炸的官配邓维 更不是同门师弟的张婉逸 而是欢喜冤家的谭建次 作文剧中唯一比杨子大的哥哥 谭建次早年就认识杨子 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演习的热爱 让两人对彼此时相见恨晚 片场共识打打闹闹乐成一团 于是,这个立马就吸引了咱们小狐狸邓维的注意 毕竟作为晚出道的小透明 杨子对于邓维就像是百月光一般 姐姐丝毫没有前辈的架子 更是慷慨地将演习经验情囊相受 更让邓维感动的还是杨子的细心 只有姐姐会关心大夏天邓维化着厚厚的特效妆 会不会感到很热 为此,这小子也是更加的得寸进尺 见不得一个男生靠近姊妹的身边 时时刻刻地铁铁保护杨子 片场顿戏时,那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的模样 还真是当初那个高冷潮胆吗? 可惜,坦剑慈和杨子的默契始终无人能敌 前脚手牵手,亲密做着任务 后脚扫楼,坦剑慈,杨子,脚背着邓维说悄悄话 看看当时的邓维,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 原来,邓维这小子又笑不出来的时候呀 吃醋小狗上身的模样也太可爱了吧 但不得不说,杨子和坦剑慈还是很有CP感的 而且剧中,坦剑慈饰演的项柳是一袭百姨的样子 真的好惊艳 而且,和邓维饰演的夜时期一样 他也是第一眼就看出来文小六是女儿身 尽管那时候的文小六粗鲁不拘小节的男儿身 怎么都和帅哥靓女沾没上边 在坦剑慈饰演的九头腰身边就更是详形见处 坦剑慈是向流,是九头水腰化身而成 由于得到荣臣君相救而一直效力于荣臣君 虽然不被重视也经常遭人背后议论 但他不在乎这些 只是每天一张冷酷的脸为荣臣君掌握各种事 就算戴着面具也演示不了他的美 文小六第一次见他就被他吸引住了 所以他吸引文小六的血养伤文小六也同意了 向流每次出上都好美 谭剑慈这次的造型师真的是用心了 古装再加上冷酷的表情 浓眉红唇一举一动 无不透露着高雅和忧伤 到了后面的剧情 谭剑慈饰演的向流更是一直默默的保护着小六 在文小六还没成为小瑶之前 他可以以向流的身份陪伴在他身边 在文小六变成号令网集之后 他化身防风公子看着他 那时候的造型就变成了一身红衣太绝美了 如果说故事里有一个人是真心爱小瑶的 那么就只有香柳了 藏雪爱小瑶看的是他的势力 从小就是小瑶保护着他 长大后他要夺回西岩也需要小瑶的帮助 回去看爷爷也是仗着小瑶的身份和满横才得意实现 在道上结识各派顶人物 是小瑶的身份和情感在为他加持 藏雪明白的跟小瑶说过 涂山景愿意帮他 只不过是看在小瑶的面子上 不然以涂山世界的地位和做生意人的本性 如果一定要帮忙的话 肯定会选择更有顺利的武术 涂山景对小瑶的感情 是可以为他做任何事情 只要小瑶想做的事 涂山景应此要满足 而藏雪是小瑶看中的人 所以涂山景才会帮他 涂山景不仅自己帮助他 还劝说他的好朋友一起帮藏雪 而对方愿意帮助 不过是因为对小瑶情有独钟 再加上好友的顺水人情 藏雪的底气是小瑶给的 而藏雪对小瑶的爱更多的是亲人之间的情分 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始心始意的爱过小瑶 涂山景爱小瑶是因为小瑶救了她 救命之恩当涌泉相报 涂山景对小瑶的唯命是从 是对自己的救赎 同样遭遇的人在一起相互取暖 涂山景永远是那么稳稳的 不远不近的陪伴着小瑶 但是两个人谈不上爱情 更像是两个人想找个相互取暖的对象 靠在一起给对方安全感 涂山景在龙骨狱中对小瑶表白 让小瑶等她15年处理好一切来找她 但是她处理问题的方式永远是温柔的 想以自己的真诚来改变哥哥对她的嫉妒 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小瑶奉为号令王级的那天 小瑶主动亲吻了她 而她却只亲吻了小瑶的额头 虽然她说还不到时候 但是从这我就看出来涂山景对小瑶不是爱情 爱情来临的时候就是想要拥有对方 和对方融为一体 在正人君子在面对爱情时都会失态 而能够克制自己的终究不是最爱 向柳对小瑶的爱 纯粹是被她单纯可怜打动 她懂她的内心 懂她的不义 懂她的不在意下面藏着的深深在意 她们都是被伤害抛弃过的人 尽管心中有爱 但是不敢付出 不敢承认 更不敢表白 小瑶的初吻给了向柳 心也给了向柳 向柳对小瑶的爱是一日克制的 但是也蛮横无理的 她的蛮横是在试探小瑶的反应 如果小瑶接受她 她就变得很温柔体贴 如果小瑶不接受 那就给自己台阶下 生情转身就走 不管小瑶在后面怎么哀求 这是她自尊心在作祟 所以在向柳抢婚后 小瑶曾问过她 如果不嫁给赤水风龙 那她应该嫁给谁 得到的答案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默 在耀柳的感情中 小瑶永远是主动的一方 或许最开始小瑶也和世人一样 以为九命向柳手段很辣 凶恶惨暴 可她真正接触向柳后才发现 她重情重义真诚无畏 小瑶欠回 王姬大号后 向柳把她拉入海底 逼她妒忌 可小瑶宁死不从 她怕向柳会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后来 向柳为了验证向柳的感觉 她带着土山井下海 她想知道向柳对自己 到底有没有情 却被井发觉 那一刻 向柳的心里 眼里想的是别人 没错 那个人就是向柳 之后向柳换成小猴 仿佛被每日陪在向柳身边 她半真半假的说 不如你别当网金了 跟着我四处去玩 向柳笑嘻嘻的说 好啊 只要你能放弃一剑 小瑶把手放在防风被心口 对她说 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动 她仰头等着防风被 给她一个解释 其实那一刻 只要向柳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小瑶就会抛下一剑跟她走 而且说向柳是假扮防风被 不如说她本人更接近防风被 而向柳只是被恩情责任禁锢的一个躯壳 和防风被在一起时 小瑶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有时候她甚至觉得自己依旧是文小六 不过是穿了女装而已 小瑶是枉急自然不缺钱 第一次碰上被缺钱时 她自然而然的想付钱 可防风被她脸色刹那间冷了 笑得小瑶赶紧把套出来的钱袋又收了回去 走出步子后 防风被很严肃的对小瑶说 付钱是男人的事 你以后别瞎掺和 小瑶不敢笑 只能面色严肃 目不作声的忍着 可那一夜自禁宫内 时不时就会喘出小瑶的大笑声 小瑶边吹她 边滚来滚去的笑 笑得肚子都疼 慢慢的小瑶渐渐明白了向柳的意思 而向柳也没有再假扮防风被 她只是在做自己 况且谭剑词的五官只能很累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在一群俊男靓女中 她算不上是出类拔萃的 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又搞笑的男生而已 谭剑词在厂相思里的造型 眼睛和情感表述都做得非常好 她是几个男主里面最出色的 小编认为她近年一边挥霍 最美的造型最蠢质的爱情 这是每个女人都抗拒不了的魅力 期待她和小瑶之间能有个好的结局 毕竟都是最初懂型的人 所以小编再看到后面 越觉得摇柳CP真的一男皮 那么大家怎么认为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